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汪哥说电影,我是弟弟 今天带大家看一个自信最美的故事,超大号美人 雷妮是一个标准的胖妹,但她也是有理想的 只身运气有那么点不好 去健身房踩坏了动感单车 上街买条裤子,还要被店员嘲讽 说什么尺码有限 好在雷妮的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 外加平时还有两位闺蜜陪伴 生活也还过得去 这天她因为紧急情况 不得不去公司总部送文件 来到梦寐以求的莉莉公司总部 雷妮开心不已 特别是听到公司在招聘新的前台之后 这天夜里,她也像电影的主角一样 对着屋外的雕塑大声许愿 可电影就是电影,雷妮并没有实现愿望 于是她又一次去了健身房 这一回动感单车没有事 有事的人却变成了雷妮 她撞到了脑袋 醒来之后,她似乎被摔坏了脑袋 因为她竟然觉得自己变瘦变美了 一旁的健身教练不知道该说什么 出来之后,雷妮自信的不行 她先是去莉莉公司留下了自己的简历 然后又在洗衣店会做意 其实男主伊森只是问了下排队的号码牌 在雷妮看来,那就是对方在要自己的手机号码 在隔天的面试过程中 雷妮真诚而自信 就这样,她成功拿下了前台这个职位 正是上岗之后 雷妮一如既往地自信 还误打误撞 为总裁的新产品提供了思路 回家之后的雷妮主动给伊森去了电话 在她看来,对方一定是害羞 所以约会开始之后 雷妮一直主动打话 甚至还拉她去了附近的酒吧 不仅如此 雷妮还想要去参加里面的比基尼大赛 由于是现场参加 她干脆卷起裤腿自制了一件泳衣 虽然名字不怎么样 可雷妮散发出来的那股自信 却让全场都沸腾了 伊森也在不知不觉间着迷了 因为雷妮先前的意见十分出色 总裁又一次跑来询问她的想法 不出意外,雷妮的建议很棒 与此同时,她的爱情好像开花了 伊森成为了她的男朋友 更令她惊喜的是 总裁邀请她一起去参加新产品的发布会 到了地方之后 雷妮不断练习着自己的演讲稿 因为一个小插曲 她再次撞到了脑袋 醒来之后 雷妮惊喜地发现一切都变了 她居然又变回了那个胖妹 自卑的她把资料留了下来 然后拖着糟糕的心情 独自回到了纽约 就连伊森打来的视频电话 也不愿意露脸 她害怕现在的自己 可她又忍不住想要去见伊森 在约定的餐厅里她东躲西藏 她认为对方一定不认识现在的自己了 伊森以为这只是一场游戏 于是她主动配合着她 还对雷妮说 她的女朋友风趣又幽默 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孩 听了这话的雷妮越发自卑 她静止走出餐厅 然后在电话里提了分手 这可把伊森整得一头雾水 想了又想 雷妮总觉得自己只需要 在同样的地方再摔一下就好了 只可惜奇迹并没有发生 但她还是放不下莉莉公司 于是她小装打扮 混进了发布会现场 雷妮本想用自己 不同时期的两张照片做对比 等她回头才发现 原来她的样貌并没有发生过改变 是自信改变了她 她将这一切都说了出来 顿时台下的掌声雷动 发布会结束之后 她赶到了伊森家里道歉 望着屏幕里不断致线的雷妮 她早就原谅了对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看完整个片子 我记得雷妮在台上说的那番话 小时候的我们自信满满 长大后的我们 却被各种事情断掉了信心 可你还是你呀 所以说自信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是对自己的尊重和肯定 当然并不是说要盲目自信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